如果说当您看惯了 看腻了 这些 例如说微软心系名体 微软标凯体 或者是 其实这两道字型 都不是微软的 可以吗 这两道字型都是华康的 只是华康 不管是华康或者是微软 我们好像都不在乎 因为反正都不是我们的 但是我还是要请你们知道 就是正确的观念 微软在2007年 它出了一个叫做微软正黑地 我觉得正黑地比较好看 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应该受 就是从小我们就有写过书吧 所以应该知道 有非常多很棒的字型 所以我现在就要带各位 来去学会下载字型 那怎么下载呢 首先你也不知道 要下载什么中文字型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的观念 就是你不可能 凭空做梦 梦到思源这两个字 对吧 好 所以我们应该 应该就要 这时候请教一下 Google大神 有没有免费 免费 中文字型 然后再空一格 下载 可以吗 请问这几个字 这几个关键字 你会不会找 可以吗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 一定可以找到思源 我看这个网页里面 出现多少思源 有看到吗 这边就出现了 思源送体最新免费中文字型下载 大概知道我现在讲的意思 因为真的 我们比较少人会去 台湾好像比较少人会去做 这种免费自行的事情 那我们就只能期待 就是别国人来去制造 这是Google公司 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字型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Google公司 Google公司 他一定是请 例如说 那个会写繁体中文的人 去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中文字型 那我还是要请你们 就是指导一下 例如说 思源自行下载 所以第一个 免费自体 思源黑体 下载教学 有看到 我们来看看 他是怎么教的 他说 在这边 从头到尾去看看 然后这边下载方法 这是不是很重要 第一个先进入到Google字体的网站 他已经把网站写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就直接点这个超连接 可以吗 第二件事情 我们可以去输入 noto noto就是思源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sense sense是无的意思 无 无就是没有 无就是没有 这个tc就是繁体中文 然后呢 除了那一个 我们点下载 就可以去下载了 好 那这里面 除了这个noto sense c jk tc 不要记错了 其实有两套 还有一套叫 sriff sriff是漂亮字形 好 我们先点这个进去 下载 请先到Google字体网站 然后拉上来一点点 search for languages 然后region and form name 那所以在这里 我要输入什么 我建议各位 你只要输入tc就好了 你也记不住什么noto 当你打noto 全部都是noto 全部都是noto 也许下载一大堆 你可能也不太了解的 582个语言 千万别打这个noto 好 我们直接打tc pc pc traditional transmese 好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 好 第一个是sense sense是无 无 这个serif 这个s是指serif 那到底什么叫serif serif就是我们 穿衣服那个秤领 秤 那个领子 请问一下 那个领子的 功用是什么 衬衫那个领子的功用是什么 就是好看嘛 就是美观 它没有保暖的性质 它就是好看 好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诗圆秤底的繁地中文字形 好 那无秤底就是不是很漂亮 那不是很漂亮 它适合做那个小的字 但是漂亮字适合做成标题字 好 所以建议各位 至少下载这一个 例如说我点这个 noto serif cjktc 好 点一下它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download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点它 下载下来 点了这个download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放在这里 下载里面 可以哦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要开另外一个环境 让你们可以去抓到 或者是你们大概都不用花太多时间 你们先不要去抓好不好 你们先不要去抓 你们先大概知道这一件事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放在那个 我们虚拟的一个环境底下来去抓这个字型 然后抓完这字型 我们还要学会怎么去使用它 例如说你要先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使用 大致上就这样子 好 那所以这两套都是免费的 所以你可以带回家 没问题 注意一下哦 这个字型比较漂亮 这个noto serif serif 它比较漂亮 因为它有秤底嘛 这是无秤底 无秤底就比较不是那种漂亮 就是从头到尾都一样细 或一样粗 这就叫无秤底 好了 那我先把画面还给各位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 观念 可能真的要请你们知道一下 我会希望你们了解 不可能凭空而来 思源这两个字 你那个 我教你们的逻辑性 请你们稍微掌握一下 192.168.2.48 你从这边去下载可能会比较快 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大家一起用进去那个网络可能会几爆 所以而且都蛮大的 100多MHz 其实100多MHz还好啦 可是因为我们这边频宽比较小了点 网络速度不慢 可是就是窄了点 就是同时只能可能让三个人 去做这件事 两套字型全部都给你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带回去 因为是免费的中文字型 握的可以用 PowerPoint的都可以用 那我下次我再教你怎么解压缩 我只是要告诉你有这一个东西 好 因为我要介绍大海报 因为只剩下35分钟了 就是我们今天都是做A4的海报 可是你不可能都是 你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么小的海报 所以我们现在要教你大海报 你第一关一定是先从版面设定开始 其实我都有这诗原中文字型的下载 安装还有使用 比如说PowerPoint的里面怎么用 这个诗原字型 我全部都有教学影片 只要您到YouTube网站 就输入我的姓名 再加诗原字型 诗原字型 我想应该就可以找到那几部影片